前面對著中央疫情指揮中心30號的報告 公佈的各位關心情和3的確診案例 都是在29號報道軍庫案的接觸親友 3人在29號採檢、29號確診 全案公立接觸者40人、8人安排採檢 及家計理當中 30號已經將落到個案 在5月16號政經到總前輩 骨會聯手有32人 正安排採檢以及家計理 並且持續的調查鑑口 館長王正娘表示 30號公佈的3名確診案 都是泡泡的軍庫、原生的家庭軍庫 全案公立接觸者40人 8人安排採檢及家計理當中 32人6宿安排採檢中 衛生局也會在社區中 也還有一次讓浩洛請大家 沒事情熱點在處理 減少不必要的移動 那今天嘉義線又有3例確診 那這3例確診還是在 全公佈的大腦 這個系統裡面所發生的 那我們基本上 針對這3例的發生 我們馬上做疫調 那馬上匡列 那包括該採檢的人做採檢 但是這樣的一個系統的發生 有可能沒完沒了 那一直下去 所以我們就啟動一個 大美地區的 所謂的擴大篩檢計畫 那跟當地的議員合作 我們希望能夠就針對高風險 族群 馬上做PCR檢測 能夠做某個程度上的一個處理 為新疆疑及疫調結果 諸惡相關接觸對象 並且統計裁減 請民眾不必過度擔憂 讓有落實防疫 不要尊重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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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喝吃喝 做好個人防疫 檢測防疫的老康 謝忻新聞 正義省該官 蔡宏伯德 做好這三個事情 真重要 各位鄉親 各位士團 按照政府的支持 大家團結 對抗病毒 不免怕 拜託大家不必要的時候 不要出門 掛水浪 掛水手 感謝 多謝 路歷 書籍可以重來 但人生的取集不能重來 加入AI科技特色班 設計屬於你的未來 在嘉義縣 永慶高中跟竹崎高中 擁有專業的AI科技師資 軟硬體設備 以及大學資源 歡迎大家來報考AI科技特色班 無縫接軌世界庫科技